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怎么会再找到你了 我找不到了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找不到了 曾经我喜欢的那个人 已经被我踢入十八层地狱 我还把他的棺材板 死死地按起来了 他以后再也不要想出来 我也绝不会 让他再来伤害 我最亲最爱的人 你是说 阿夫君 是不是阿夫君 对你做了什么 哥哥不要再跟我提他了 我只想让哥哥知道 我一定要成为妖后 要为济水族解咒 我保证 我会过得幸福快乐的 还请哥哥成全我 不行 我不能让你为了一个诅咒 出卖你的终身幸福 那又如何呢 如果哥哥不同意我嫁 我就自己去嫁 如果你非要把我关起来 我便玻璃泽水先月 把自己淹死在这口池子里 你 原来你一直对洛宁严格管教 是担心他不择水仙子的后尘 这件事情都怪我 如果我能把他保护得好些 或许能避免他走上这条路 不会发生这一切 其实我跟赫娜谈过了 他跟阿夫完全不一样 更不会像万年前妖王那样 刚愎自幽 冲动狠辣 我觉得他一定能绕过好洛宁的 这点你不必过分担忧 我 我又何尝不知何哪人变 我只是希望 他能够永远幸福 若宁 可可 你终于来了 对不起 可可来晚了 我还以为 哥哥真的因为这桩混事 以后不会再理我了 虎蜀 无论什么时候 宁儿都是我最亲的妹妹 这个不会改变的 这是你所查的无数经书所画 里面运有你出世以来 所积攒的香膳之力 可度人度己 小宰等祸 给 哥哥迟迟未来 是在为我准备这个 罗宁 等你做完你想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回家 哥哥再也不烦你查情书了 好吗 这可是你说的 我一定会回来住的 那是我的屋子 才不许别人住了去呢 好 若是你要崇华宫 哥也让给你 这就是胡说了 这就是胡说了 我要是住了崇华宫 哥哥住去哪儿 去跟柳少姐住一块儿吗 也不是不可 也不是不可 迟来的这个又完没完啊 及时快过了 和那儿 我妹妹就交给你了 希望你不要忘了自己的承诺 我会竭尽所能 让他可在仙剧一样舒畅自在 还要管好你的弟弟 不要像毒蛇一样盯着我妹妹 哥哥 他已被我封了灵脉 幽进于世 不会再有机会见到骆宁了 最好如此 大家请不客气 本来我不想这么做 都是你们逼我的 阿夫 洛婷 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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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各晚上救你 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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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一个人解冲 这个人 是你吗 是我 就是我 可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我真的只是希望你 好方的救护 一万年 一万年的惩罚 已经高求了 我 万年前的测水 万年后的落年 愿意积水族 要后的身份 大天晶快睡的火焰 宽恕 一世子 他总有证明 也宽恕 万年前的阳光 还有 万年 万年后 万年后 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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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婷 洛婷 我守顾你前世人一寸的眷恋 你将洞穴与耳便听不见 那淡花飘落 你我千年 世间万能流传至千难流天 我给你救救了 与世相守之后你回落 难道这真是万年诅咒解除了 像一个前那天 传传流年 传传流年 谁敢 洛宁 我真的不不想 还想看 我还想看 我还想看 你正在睡觉 那天 你还想看 我还想看 你还想看 你还想看 我还想看 你还想看 刘兽 留守 洛宁离开的这段时间 兴儿有你时刻陪伴 令我不知沉落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要放手 也不要放弃 刘兽 免伦告诉你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曾听说过 所以日月双神真的水火不容 不知沉落 妖灵和月光 曾深爱彼此 他们分管日月 本不该举手 但他们在阴阳迷枯初见 便彼此忠情 可两人相爱护 日为之事 引发天象异常 三界混乱 两人为了众生 只得分开 并各自闭关 既然都已经分开了 为什么 还会有那些事 双神闭关之际 正值妖王位 择水仙子而死之刻 仙界无主 群妖无首 人间种种执念欲望欲罚王胜 在天地间积存 成为了一道极厉害的戾气 荼毒生灵 残害百姓 让三界动荡不已 耀灵得知 决心与戾气于是俱焚 月光不忍耀灵如此 为旧耀灵 竟将力气浸收体内 以己身封印 用一己之身封印 那耀灵为何还要杀他 因月光上身吸纳过多力气 最后反被力气所控 再不负从前 耀灵为了三界 不得不通杀所爱 你不是他 我就是他 你要不信的话 你可以自己看 一个悲悯苍天 一个火乱三界 你早已不是他 我 让你 你是他 我 我 耀灵亲近全力的那一剑 将月光上身的心劈作两半 被力气浸染的一半 镇压于四季卑下 而剩下的半壳 王 则在 我常常担心 我与那邪恶各为月神般心 若有那么一天 我如月神一般 被邪恶所控制 你和他不一样 你既不是那邪恶 也不是月神 而是洛歌 不会像他一样被力气吞噬 我只怕守不住这三千 亦守不住你 若是真有那样一天的话 那便 换我来保护你 如果你是药灵上神的话 你会怎么选择 大概会是一样的选择吧 虽然他劈开了爱人的心 可是却避免了爱人 被那邪恶所利用 这也是对上神 最大的敬重啊 你来啦 知道我要来 所以在等我 是啊 妖精突然溢出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自然会为赫娜担心 你不担心他 你不担心他 若非他那个弟弟 洛宁怎么会死在妖界 我不想见他 可你再不想见他 若他真出什么事 你还真的会袖手旁观吗 赫娜对他那个弟弟 并无防范之心 的确会有可能被暗算 但是阿夫君 应该不会做出杀凶之事 洛哥 我想取一次妖雀 确保赫娜的安全 也好 你的修为进步得七快 应该不在阿夫君之下 潜入妖雀之后 记得要小心一些 全身而吞是没有问题的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再加上我有妄灵在手 要有什么 会及时通知你的 走了